我们不要讲的 自由时报这个独家里面 非常耐人许位 里面就特别谈到 就是说 现在北景你看起来 是密集的 这个征讯 在押的柯文哲跟彭正森 可是 他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他已经搜索很多地方 特别是微经集团的子公司 包括 已经标得北市 雨果市场改建工程的 中华工程 我已经巩固市政 中华工程搞了半天 是现在检调单位 要侦办搜索的 一个重要的地区 那现在在查的是 那阿伯 他的重要政绩不是社会宅吗 他社会宅我们看得吓一跳 搞了半天 很多的社会宅是谁盖的 中工盖的 那中工搞了半天 它底下有一个保全公司 叫中工保全 那现在 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恒大 我们也介绍过碧桂园 而在恒大碧桂园 这些公司里面 有一个单位 稳赚钱 就是物业管理 搞了半天 现在阿伯说 这些社会宅 很多的物业管理 也要交给中工保全 这代表柯文哲 对中工也太好了吧 是 保全哥 现在搞不好会杠上开花 中工本来在我们原本讨论里面 他感觉上 没有扮演如此吃重的角色 可是现在 如果说中工的相关的数据 跟他的财务报表 还有他的一些资料 都被剪掉去搜索化 他可能会变成是杠上开花 其中现在被人家发现到另外一个案子 是什么案子呢 就是柯文哲竟然在莫尼的时候 改变社会住宅的一个保全相关的招标方式 现在人家认为有可能也是图立中工保全 那他是怎么样的 他说整个台北市政府盖的设宅 大概有17个左右 那17个以前都是各自去负责各自的物业管理 因为所谓的物业管理 其实是什么水电啊漏水啊灯泡啊 那一些拉里拉扎事情很多 可是因为他各自为之的好处 是在人家可以去找他们自己的嘛 那人家找他们自己的 那个灵活还有收钱各部分 人家可以有一些中小企业 也可以来承包 所以过往这个部分 我们台北市政府是没有要去介入到这一块 等于各自去处理 就现在他改变了什么样的招标方式呢 他现在整个17个案子 全部把它集合起来 分成北中南东四大案 然后北中南东四大案呢 然后就说我们一年大概是 北案跟中案大概是2000多万 然后东案跟西案大概是3000多万 所以如果是两年的话 大概加钱是1.2亿元 结果后来开标结果 才人家发现说 为什么中公保全又获得其中的 东跟西这两区的一个标案 所以加起来等于2.4亿相关的 所有的社会住宅物流的管理 竟然有六成全部 又都是中公在那边吃下来 所以人家就心里想着说 这个钱很稳的耶 对 而且这个钱是什么 收现金 你知道每个社会住宅 你只要住那种大楼 几乎每个月都有 管理费 那你知道微金集团最缺的是什么 现金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 等很快 等很快嘛 所以你就会发现 何文哲真的很贴心耶 连这个之前叫该付的 不让你付之外 现在帮你想方设法 连这种捐低 小米啊 小米啊 他也让你流进中共 跟微金集团的口袋 而且 所以我不但是给你大的钱 给你840% 我让你500亿至少进到口袋 对 连这种每一个月 每一年几千万几千万的钱 我也都送给你 对 然后当时其实也有议员就质疑说 你这样子把17个本来各个地方 可以各自为政的这样子的一个物业管理 你现在把它捅包起来 你说好听点是说 因为他们这样子物业管理 你就可以有请一个行政人员 请一个相关的 那他们可以就是统筹负责这件事情 可是你会在另外一个角度想 是不是也让一些原本 可以去争取那一两件小案子的 那些中小企业就没有办法 这一两三千万对他们来讲 其实也是大案子 结果你现在全部把它喂给了中工 那中工跟那种其他的 会形成状况什么情况呢 就是企业大者恒大 那如果说连这一种 本来是小东西 你可以给其他的中小企业去处理的 你都让中工也吃下来了 那你也把中工也喂得太饱了吧 第二件事情 现在人家发现 这个标案有玄机 什么叫有玄机呢 他说他2022年8月19号公告招标 结果8月31号 北市府跟中工合约 就到期要即将要去另外一年的约 结果9月1号执行标案 9月2号绝标 那你不是很奇怪吗 你怎么可能你9月2号才绝标 结果按照你们契约里面 你们9月1号已经开始执行标案了 结果他被人家揪出这个问题之后 他又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这个事实上是 这个注记上的错误问题而已 没有其他太大的错误 就人家说不对耶 你后来发现你根本也没有上网去公告 那别人怎么知道 对 到底人家怎么知道 他这很妙喔 他说不对啊 你这个社宅管理你怎么没有 直接没有上网去公告 他就说没有啦 事实上我们是没有那个账号 那好啊那奇怪那为什么中共知道 那人家就说没有啊 因为我们有访试业者啊 那其他的标案没有来啊 所以后来就 那你访试了谁 就有人讲出一个重点 他说像这种案子喔 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赢在起跑点 什么起跑点 人家没有上网公告 你都知道 就换句话说 是不是私底下 就是有一些市府的人 都去打通了里面市府里面嘛 那后来就被他发现 当时中共保全的董事长是谁 朱雅虎 又是朱雅虎 又是朱雅虎 你知道吗 中共保全董事长 朱雅虎 又是朱雅虎 朱雅虎干完了那个 那个顶月的董事长之后 跑去跟中共保全 所以那就是 他拿到了顶月这个之后 马上无缝接轨 又跑去了那个中共保全 他最称职的 还不是个将军 他最称职的 就是渗透到市府里面 连这种没有上网公告的案子 他都知道 杰族先通 所以先生们被人家发现说 不对喔 会不会从头到尾 事实上 真的就是北市府 柯文哲的市政府 就是在土利中公 所以才发现 人家这个案子 根本没有上政府电子采购网 招标 结果后来 你竟然 中共又知道了 所以这样子 整个中公 还有整个微经纪 来查下去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有 更多其他的案子 会冒出来 对 苏培 如果今天连 连物业管理 你都要给中公 你会不会对中公太好了 而且物业管理 是一个稳赚不赔的工作 他就固定赚一个%数 那其他我所知道的 他们是给的待遇是不好的耶 是啊 而且我告诉大家 你知道吗 台北市社宅里面的同仁 因为你知道我们那个管委会 通常都是所有权人才能够去参加管委会 那你知道社宅所有人都是租客 所以你知道管理人员 管理的物业公司 对于所有的社宅的租户 态度是非常非常差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区一个区 全部都标给他 我告诉你 我态度不用好 反正我就吃下来那么多 所以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在最后一年的时候 柯文哲居然要去改变这样子的这个 这是柯文哲最后一年改的 对 在社宅的物业管理的部分 居然要用一区一区的这样子的方式标 而且最让人讶异的是 他又标给中公 中公在物业管理上面也不算是 好品质好 也不是老经验 也不是老招牌 那为什么一定要标给他 而且还让他就莫名其妙 在没有公告的状况底下就标给他 这有没有瓜田里下 其实如果真的如媒体所报导的是这个样子的 是媒体是中公知道 但其他人不知道的话 我觉得这一样应该要纳入这一次的检调调查 是不是也有私相授受的问题吗 你怎么让我感觉到你什么钱都要给中公 而且我问题是中公为什么在柯文哲的时代 可以这么神通广大 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 然后比如说第一果菜市场 为什么没有人敢去标 因为减相发包 你之后不盖回去 我就了钱 我就赔钱了 为什么中公敢去标 是不是就已经有承诺了 这些承诺让中公相信说 柯文哲不会亏待我 所以我去标 我一定可以把它全部盖回来 第二个 雨果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中公居然在设计标 在设计的时候 把所有大楼安全的部分 列在减相发包的楼层里面 所以导致蒋万安现在上任之后 就算是不需要那些楼层 也一定要盖回去 不然接下 现在的这个雨果的五层楼 就会变成烂尾楼 所以谁让中公口气可以这么大 谁让中公可以在台北市政府横着走 我觉得柯文哲要负起最大责任 现在监察院针对台北市 应该就是柯文哲市府的时候 金华城的整个改建 也就是说我给你很多容积率的奖定 这个你最清楚了 因为这件事情是从好龙兵当市长 一直到柯文哲当市长 整个来龙去脉你非常熟悉 而且今天监察院讲的是说 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为了金华城 量身定做的 是当年柯文哲让这个金华城的 这个新的案子通过 然后给到这么高的容积奖励 坦白说议会所有同事都惊呆了 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有人来检举 有问题 有问题 他是怎样 当年住在那附近的人都知道 原本这块地根本是工业区 工业区你要变更为商业区 本身就要做很多回馈了 那他当时变更为商业区 又承诺了很多回馈条件 其中其他的容积奖励 容积率只有392% 还不是什么5006变800多 原本只有392% 然后他一直在好市长任内 一直去争取回到所谓的560% 但好市长都把他打枪 所以才那时候有媒体报导说 因为沈清清比较偏蓝 可是他就说蓝营里面 沈清清最恨的那个人 就是好龙兵 对 因为他当时胃口还比较没有那么大 只是想把392的容积率变成560% 光是这一件事情 在好龙兵任内的8年 全部把它卡关 后来到了柯文哲上任以后 小沈弃而不舍 还告到监察院什么 有的没有打诉讼 好 后来成功变为560%了 那我们以为说 他这样总该满足了吧 390几变成560%已经是增加非常多楼地板面积了 以那边一瓶250万来看的话 他大概光是这样就增加了快要100亿了 结果原来他还不满足继续再去申请各式各样名义的所谓的容积奖励 那今天监察院纠正的是什么 我们其实容积奖励都有一张表 你符合绿建筑 你符合消防什么 各自奖励多少 本来都一张清清楚楚的表 但是 这个金华城突然冒出三项容积奖励的项目 是新的 是从来没有听过 没有一个地方城市有 台北市也从来没有的 叫做什么任性城市贡献 智慧城市贡献 宜居城市贡献 那贡献内容是什么 贡献内容是什么 原本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任性城市 智慧城市 宜居城市 那他的贡献是什么 不知道 原本绿建筑是有非常清楚的定义 你拿到钻石旗的给多少 黄金旗给多少 这个是内政部颁布的 台北市也一直这样给人家 那你突然冒出这三个项目 然后内容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以前从来没有过 对 那所以今天监察院纠正了 因为我第一时间就打给都发局的官员 我本来还想帮他们缓夹 我说好 你创设没有关系 如果其他的都更案 也有申请到这三项的话 那你就可以说 我没有读后金华城 你看我什么什么 案子就这样 就他们告诉我说 没有 全台北市只有金华城 拿到这三个名目的奖励 任性城市 宜居城市 智慧城市 你客制化创新了三个名目 然后这三个名目 又只有给金华城用 我说你们怎么敢 这不就是土利吗 你们怎么敢 我说那你们当时为什么会冒出这三个呢 然后那个人是新来的 他就不小心地冒出两个字 他说 包包议员 坦白说 有一点客制化 政府的法令容积 这个是涉及多庞大的土地利益 从560到800多 大家算一算 已经有人去算增加了楼地板面积 然后换算成每一瓶的单价 又是一个100亿 我刚刚说了 从392变成560 已经是一个100亿了 从560又变成840 又是一个100亿 他就这样光是容积奖励 容积奖励 就可以100亿又100亿 他不用盖 不用去做生意 全天一向 不是我觉得最重要是 所以监察员讲的是真的 客制化的 这是独有的 那三项 如果哪怕我们找得到 他讲的 他是用什么 创色 创色所谓任性城市的三项奖励 聚合给20%的容积奖励 而且他说有为师 我还问了都发局说 那你们为什么要帮他创色 这三个名目呢 他说这样给奖励 听起来比较好听 那就意思说 他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建筑 也没有值得你给他奖励 那你为了要听好像高大上的名义 取一个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任性城市智慧 当然我后来去翻了他的都市细部计划的内容 什么叫做智慧城市 大家知不知道 他只要提供6%的停车位是有充电的 他就可以拿到这些楼地板奖励 而且还不低 我记得是8% 那我家也可以啦 是啊 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场的停车格 本来就有接充电 那这叫什么智慧呢 这跟智慧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还会自动分辨车辆吗 所以他的智慧就只有这样子 说你的充电的车位 如果提供到百分之两 大家可能觉得说 哎呀8%的奖励很少 错 那个是几万坪的土地 楼地板面积几万坪 你乘以8% 哪里再乘以250万 光是一个提供充电的停车位 他就又多赚了几十亿了 而且另外一个事情 也让台北市一会炸锅 就是柯文哲本来才强调说 我是最注重财政纪律的人 结果现在他有三个市场 那个增加的经费太多了 多到连台北市政府都受不了了 其实不是只有三个市场 我们有三个市场正在改建 然后不断地追加 第一个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第一果菜市场跟鱼市场 然后南门市场 那这几个案子 当时编列的金额 已经是一个天价了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说 一个市场改建 你要给我搞到150亿 大家知道150亿是什么概念吗 我们的一个学校的改建 大概只有十几亿 一个学校 还跟捷运共购 有停车场游泳池 才给我报十几亿 然后他一个批发市场 可以给我搞到150亿 当时这个编列 已经是一个急救章的编列 就你还不断地追加 不断地追加 这一次送进来是100 我记得195亿吧 你一口气增加5 60亿 但你现在丢出来 是蒋万恩的市政府 所以这就代表什么 当年柯文哲为了先标出去 有政绩 他先随便标出去 先减项 就是他原本150亿是标不到的 标不到 然后他当时就去跟人家业者谈说 不然你先不要做这一层 这几层你先不要做 我们先签约 已经150亿还没有做完 对 还没有做完 就是说你先做个九层 我们先签约 先让我有政绩 之后市府会再追加回去给你 所以现在为什么 这两个市场要追加50亿 就是没盖完 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用150亿去盖 你有听过批发市场 没有盖停车位的吗 他都要是大货车 中南部的蔬果来 然后要卸货 所以是要大货车停车场 结果为了要先标出去 然后说停车场先不要盖 五流六流先不要盖 我之后编给你 以后你再盖 所以我那时候就问市场处说 那如果我议会不编给你 这两个市场是不是就没有停车位了 他就跟我讲是 我说所以你是在要挟我们议员 因为如果你有听过两个大型的批发市场 没有停车 他根本没办法运作 所以他就是用这种先展后奏的方式 这叫财政纪律吗 还不止这个 我一直跟万安提醒设宅 他最引以为傲的设宅 大家知道他设宅一直盖一直盖 算自己的 钱都没付 所以从万安 真的假的 对 从万安这一任开始 要连续四年举债 帮他去还设宅的工程款 要举六百多亿 六百多亿 你大家记得他曾经宣称过说 我八年还五百四十亿 他八年还五百四十亿 这边搞了六百多亿的债 所以我一上 还要追加预算 我万安还在选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你一上任一定要查社宅的负债 好 听闻 你说 这个监察院这个案子 如果真的办下去的话 会非常严重吗 会有违法的嫌疑吗 当然他现在是先纠正台北市政府 市政府的这个回应 当然也就是要继续再调查下去 我看到 蒋万安的回应 也是非常这个谨慎 因为这个事情看起来是 不是那么的合理性很高 达到八百六十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数字 这个百分 容积率来讲的话 这我相信没有任何人 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这三种理由 就可以作为一个 奖励的容积率 那所以现在蓝的 就是蒋万安当然是代表 蓝的这一边 蓝的要查 那这个尖尾林丰盛 他其实绿的出身了 绿的也要查 所以现在柯文哲 会面临到一个什么 蓝绿夹杀的这个局面 这个说不定就 是苏立雄要查的 对苏立雄 还有林丞丰 这两位都是跟 在绿营的关系 比较不错的 虽然当然行使监察权 是要中立的 但是问题是 他们的背景来讲的话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现在不管是 在市政府部分 或是在监院部分 而且这个案子 是在选举之前的时候 民进党的发言人张志豪 已经把这个案子 先丢出来了 已经丢过了 已经丢出来了之后 后面来讲的话 监院是在选举之后 再把他这个报告 整个弄出来 所以看起来 现在已经有一种氛围 肃杀的氛围 你说民进党要查这个 对 不管是民进党也好 或者是台北市政府也好 不管在行政部门的 或者在司法部门 可能接下来会 针对这个案子 来进行动手 而柯文哲当然回应也说 柯文哲没有啊 证据你就去查吧 就去告嘛 对不对 他当时在选前的时候 是这么讲 而在选后的时候 他真的 的确是要面对到 这一个不合理性的 一个概念 那当然中间的过程 这个台北市政府 内部的这个开会也好 或者是他的一个 行政程序也好 有没有违反母法 有没有违反内政部的 相关的母法 这些东西来讲 也就是查了对象 那当然监裁会 已经提出纠正了 而接下来 有没有什么不法的 或是底下的利益 诉讼的关系来讲的话 可能就会有人 到司法部门去做提告 不是 现在陈北极 他又在写他的脸书了 脸书里面 我觉得很重要 他说 昨天那场参会 他说先生本来跟他讲 这是感谢民众党党 党勾跟竞选总部成员 说他可以不要参加 的确他不是党员 参加有疑虑 说他本来是不要去的 后来幕僚讲 出席者有很多 不是党员的聚工朋友 所以我才决定出席 搞了半天 也叫陈北极 你不要来 陈北极说 如果别人可以去 我也要去 好 那现在关键来了 宝洁哥 你知道整段文章 我只有看到 两个字非常重要 幕僚说 哪一个幕僚啊 是哪一个幕僚 去通夫人派这个部分啊 说出席者有很多 不是党员的聚工朋友 所以我才决定出席 这就是个重点 代表着我认为 黄珊珊里面的派系 有一些在苏通夫人派 因为我认为是 柯文哲不想要让陈北极 到这个场合 因为可能不想 好不容易可以离开太太远一点 不用这样子 一直好好蓝条条这样子啊 但是险见 有那一种幕僚 故意要把陈北极拉来 一起要守着 看着柯文哲 那这就有意思了 那你看昨天的这个场合 本来应该谁来的 但没来了 蔡壁如啊 那谁可以不用来了 却来了 就是蔡佩奇啊 所以就代表着 有人想要拉陈佩奇 来卡蔡壁如 或者说也不要说卡 就是说想要把这个 那个夫人派跟那个整个柯文哲 放在相关联的 联守夫人派 一起把柯文哲变成球鸟 我们一起守护着柯文哲 但是要把谁排除在外 就是把蔡壁如排除在外 所以我认为民众党 这个整个不管是对内对外 其实都呈现一个 很大的一个斗争状况 难怪柯文哲要唱球鸟 我们之前谈到就是 台北市政府 根本就是让威京集团 于去以求 根本就是要五毛给一块 你要的东西我全力配合 让我给你极庞大的利益 这个是完全不符合 台北市的公共利益 也完全不符合 所谓的通爱性的考量 台北市政府居然敢这样干 你看到黄三三 居然敢撒一个瞒天大谎 居然敢脸不红气不喘的 直接讲 这是没有问题 这个完全违背社会的一个认识 那更夸张的是 那大家去查了 你当时不是讲吗 在10月19号的时候 你弄了一个动工典礼 这个动工典礼灌盖云集 连柯文哲都来了 之前很乖哦 你10月19号办动工典礼 你10月18号就才拿到建造 这个时间非常改 已经非常夸张了 后来大家还去查 不对 原来这是假的 这是打假球 这是玩假的 今天柯文哲居然配合沈静青 打一场假球 因为真正动工的时间 是在隔一年的 2023年的2月3号 宝姐为什么这么诡异的状况 因为这个柯文哲很紧急啊 宝姐那从2020年3月开始 其实柯文哲已经没有在当台北市长 他要当什么 他要当叶克膜医生 他回到他医生的本业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要医治一个 濱临快要死掉了 威精集团 你说 他把威精集团当成他的病人 等于说我今天用尽所有的力气 把你送到ICU ICU用叶克膜 用尽一切的力量 把你救火 可是当时的台北市 正陷于水深火热 台北市当时陷于疫情当中 他把台北市民丢进ICU 去把威精集团 从ICU里面给救出来 没错 他这时候要抢救的目标 不是普罗大众 抢救的目标是威精集团 为什么 宝姐2020年 我们回到当时的威精集团 小程自己本身 他欠了洗米花40亿 然后又欠了0.20亿 本身财务状况就遥遥欲罪 再来说 他当时的这个 这个逃出引员 每一年要花大概4点多亿的 这个维修费用 维修费用要花出去 4.51亿 银行都跟你说 你这个费用你快要脚步出来 当时的这个金华城广场 他的年代案 金华城204亿的股本 他那时候已经赔了130亿 他当时美股净子 已经低到5块以下 银行都跟你说 你赶快金华城广场 赶快卖一卖 赶快卖一卖 当时他是遥遥欲罪 所以他遥遥欲罪的时候 所以当时真的是风中残住 我跟你讲 在如果没有撑过去的话 他当时真的会垮 可是当时偏偏有一个 这个救人无数的叶克摩医生 他来到了省清金的旁边 开始对你 这800亿佳记 所有的用的这个药物 都完全用上去了 所以我帮你装上叶克摩 心脏不跳了 肺脏不能用了 你任何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台北甚至不用记 所有的资源 把你围巾给救活 什么救 宝姐 好没有这个法令 没有关系 我们自创20%的容积率 创给你 那下面不愿意做 没关系 我奉交下 我交在黄景茂 或者交上彭真真 反正一定要给我达成 那都我会里面有反对的 没有关系 赶走 讲再多 没有关系 我不听就是不听 不听的话换人 你要黄台生 送正脉 能换的都换 曾光中 能换的都换了 换成都是愿意的 然后最后 反正这个大家没有意见 我们就过关吧 什么都是这样做 宝姐 一路以来 他一路为他开了多少绿灯 然后做到多紧急 真的把他当成是 这个叶克膜的 这个急诊室的病人在救 他是真的在救 审庆金 宝姐你说 这个真的是 送佛送上 送到最后一秒钟 连你的拿到建造 我照一讲 你让你10月18号 让你拿到建造 那已经欧比托佛了 那都已经人自意境了 我竟然 还陪你演了一场戏 在10月19号 陪你弄了一个动工典礼 而这个动工典礼 现在回来看 他不是一场动工典礼 根本就是一个军令状 是柯文哲 对于审经下的军令状 我保证10月18号以前 我会给你建造 而且这个东西 也是柯文哲 威吓所有的台北市政府 你要在短短的 两个礼拜的时间里面 把建造给我伸出来 而且我觉得柯文哲 在台北市长任内 做的最精彩 最厉害的一件事 就是他完成了 这个都更案 我跟你讲 所有的都更案 没有一个都更案 能够再这样 在两年之内 完全拍板的 现在很多都更案 都是至少10年 20年以上 保证你自己来看 不是 而且我要补充一下 它不但是两年搞定 而且是180度的改定 如果你是一个 新的都更案的话 还有可能 你是一个被人家 被人家注意到了 被人家打枪的 甚至被监警察院盯上的 你还敢这样搞 而且柯文哲的心情就是 不管大家怎么样 我就是要救他 不然你是要怎么 反正我用尽 所有的权利 你看2020年3月 10日的便当会之后 开始说 黄启茂 你要赶快给我开始办 从2020年的3月10号 到2022年的10月6号 双方签协议 你看不到两年的时间 就搞定这件事情 然后在10月6号 签协议书之后 保证照理说 协议书签完之后 你要把那些都谈定 开工至少要三个月后 就没有你10月6号签的时候 赶快开工典礼 要10月19号给我做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日期 都订出来之后 要什么 要是台北市的 赶快在10月8号 给我发下建照 因为我市长要出席 10月19号这个动工典礼 这个动工典礼 一定是比这个建照 更早就决定好时间的嘛 所以刚才讲到 我的10月6号 双方签订了协议书 签议了协议书以后 18号就拿到 可只隔了11天到12天的时间 因为我们今天翻遍了台北市 所有的行政流程 所有的工作 从来没有说 你今天跟业者 签下协议书之后 通常到三个月之后 你才可以拿到建照 竟然在11天 你就拿到建照 而这个就当时 就跟当时黄锦帽一样 我便当会吃完了 便当会吃完以后 我收到金华珍的成绩 收到金华珍的成绩之后 我也是警告黄锦帽说 你在11天之内 给我搞定 所以柯文哲 只要碰到了 这个所谓的新华城 都是限期完成 没错 10月6号到10月18号 也是12天之内 给我搞定 那我都要想 为什么要玩这一场游戏呢 因为事实上 真正他动工的时间点 是隔一年的这个2月3号 那为什么这一天 要做动苦的点你呢 保险我这样 做给两个人看 一个是谁 银行团 因为银行团当时已经对沈青经理 已经遥遥欲罪 你撑了那么久 我们不想再连带给你 你赶快 他就说 那我们要动工了 动工了 有进度了 另外第二个做给谁看 我动工的时候 我就可以卖了 所以也是有这个客户会上门 就是这样 所以他做给两方面看 因为为什么 保险你要真的 再拖四个月的时间 保险 以当时的金华城的财务状况 你很难说 他能不能进货这四个月 所以等下 要能够 反正我就扶你最后一把 我就让你 所以刚刚讲的 柯文哲当时在那个动工点底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我的签约对象都是顶月 我如果是顶月的话 我的对象应该是朱雅虎 可是他的对象就是沈青经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沈青经已经违反了公司吧 他当时在卖这个金华城土地的时候 根本是左手换右手 他竟然还配合了沈青经演出场性 你不但是你愿意在沈青经旁边 你还愿意定下这个军令状 10月19号动工 这也太夸张了吧 没错 你看这个时间点就是10月18号 那10月18号 建造哪成 10月19号就这样子 那我不是讲吗 10月22号是老沈 沈大老板 75岁的生日 我觉得这都是配合好的 因为他真正动工的时间点 是在隔一年的2月3号 这都是白纸黑字的 那事实上 这个证照的 这个所谓协议书是10月6号 所以我就讲 遇到 我跟你讲台北市很多案子 就一直都没办法做得很好 没办法做得很快 但是遇到金华城的案子 每一个公务员都是光速进行 把你完全全力的这个过关 所以就觉得 这个你后面没有 这个柯文哲的这个意志力 你怎么可能会办成这个案子 而且柯文哲刚刚讲到 他每次碰到的金华城都是交办 都是限期交办 而且都是限期在11天交办完成 对没错 你看3月10号的这一次的 这个便当会之后 金华城马上就送陈行出过来了 陈行出过来说 我要560的这个容积率 然后没多久的时候 他马上就说 赶快给都发局 赶快研议 11天之内要交出 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 那另外包括什么 很多这个 我们讲容积率的过程里面 从整个市政府的法令 到整个都委会的进行里面 他完全都给你开 开后门 给你这个 马上打通关的一个状况 另外我就讲 当年的这个审刑金是怎样 2021年的时候 当时的媒体报道 连贷利用率是4.5%的这个利息 加上费用 一年要花掉5亿 这是在淘租一年 他都没有卖 他没有卖 你看那么多的存货在这个地方 我光是这样 我一年就要烧掉5亿 5亿 5亿 5亿在烧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金华城这个案子 金华城这个案子 我就讲 204亿的金华城公司的股本 他已经亏到 这130亿 剩下80几亿的账上现金 银行团要求你赶快 把它卖掉 他卖 左手卖给右手 卖给顶月 问题顶月又没有钱 所以他当时真的是 他等于是锅盖了八个锅九个盖 这样一直盖来盖去 根本就是已经 非常的捉襟见肘了 可是这时候 天上掉下一个科大医师 国手来帮你检查 我帮你说怎么做 只要这个案子过了 就完全过了 所以就等于是 柯文哲真的救他一命 另外一个你看 柯文哲在很多会议里面 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开工典礼 这是2021年的11月3号 这个威京集团举行一个叫做 威京这个永续ESG的 领韩集团全新CIS的 发表会的时候 你看柯文哲就到那个地方去了 所以你要到事实上 柯文哲跟威京的这个关系 真的非常好 好 那除了柯文哲之外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更诡异的 黄珊珊最近宁可 要让所有人都脱下水 他也要跟你说 这是都更第25条 反正威京是完全没有错的 你看前任的市长跟副市长 如此全力的捍卫 威京集团的权益 你说这里面有没有鬼 没有鬼 大家可能都不相信 好 宇雪 今天干嘛 今天我们看到了减联双方 开始要干嘛 要去约谈了北市科 约谈北市科 当时我们看到的 产官局的这个 产发局的局长 地震处的相关人员 因为现在北市科也出来了 那你把这些案子才发现 我们昨天不是讲吗 在2021年到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这个是台北市 最危急的时刻 台北市当时 因为COVID-19的爆发 这个城陷入了空城 对于台北市来讲 陷入极大的压力 可是柯文哲当时干嘛 他刚时在经营 他跟财团的关系 当时他努力的 把威京集团 从ICU病房里面 给拯救出来 可是没有想到 他却把整个台北市民 丢进ICU 宝贝哥 我们讲了 这张照片非常经典 为什么 因为根本就是聊灾之意 什么神魔鬼怪 全部通通打齐聚一场 因为当你现在回顾到 过去的时期 2020年到2020年 你会发现 原来大家那时候在拼防疫 柯文哲在拼什么 拼什么 拼财团 拼经济 人家拼防疫 他来拼自己的经济 为什么 因为你仔细看 这张照片里面 包括威京团副主席 金华城 第一果菜市场 币案也在这边 结果中华口总工程的 总经理 周志明 第一果菜市场 也在这边 结果新光影这是谁 也就是贷款给金华城 而且自己还设置到 还有什么 南刚转运BOT案 所以光这一张照片 就已经把柯文哲的五大币案 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明白 每一个人 大家围绕着柯文哲 暂时一位 全部取在一起 而且连他的办公室 台坡董事长林伯峰 柯文哲现在住哪里 办公室在哪里 台坡大楼 就台坡大楼 所以各位 全部柯有有 光是这样照片 一字排开 通通现行 所以当时所有的地方 父母官 所有的人 这个财队 都在努力做一些什么 都在努力做 这个所谓的防疫的工作 只有柯文哲 努力的 跟财团交往 因为你现在看到的五大案 五大案 都是发生在这个时间 对我们来一个一个 爬鼠 整个详细的时间之后 首先你看 第一个叫地狱国 台市长 地狱国 台市长 我们刚才讲的谁 就是中宫 中宫背后 一样也是很精进 那他发生什么状况 只盖五楼 各位 原本规划是六楼 跟八楼的产品 他就只给你五楼 然后减项招标 减项招标之后呢 金额直接给你大砍 原本跟你讲说 标的金额 没有人要来标嘛 对不对 保际哥 结果砍下去之后 干嘛 金华城 我们讲的 中宫来了 中宫进来之后呢 再说 但是呢 这个东西不能用 直接给你标到一个 烂尾楼 然后再说 你要的话 还要再加钱 还要再额外增值服务 结果这变成什么 六楼跟八楼 你额外还要增加 四十几亿元 所以保陵哥 这算不算土利 当然土利 当然土利嘛 台志光也是一样啊 柯博城可以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 我忘记了 我不知道啦 没有啦 我哪有定什么 106年没有定 结果被林延峰 被一堆亿元减数倍 抓包说 有 你106年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说 我们怎么定费率 原本原始费率760 你说 那就 几妹就乘几倍 乘三倍 直接乘三倍 然后就送给谁 送给台志光 大剧团复工也一样嘛 原本前面拖拖拉拉拖了老半天 结果后来跟远雄认识之后 莫名其妙 208月说 我们同意复工了 直到现在这个烂摊子 才终于收完 来 各位再来 2020年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保陵哥 我讲到这边 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都在2020年 都在2020年 2020年大家在干嘛 防疫啊 大家还在黄黄不可终 吓死每天都是疫苗 带口罩快塞 在抢这些东西之后 柯文哲还在拼经济 你看南关转性战BOT案 也是一样 我跟你讲 这个案子离谱在哪里 原本第一次标的时候 规则办法都一模模一样 12亿有没有要来 没有人要来 16亿有没有要来 没有要来 保险哥问你 为什么权力金 这样标没有要来 这太贵了嘛 不然大家早点来抢了嘛 结果最后面 你知道他怎么 直接开大决 他有分两个 一个叫什么 经营的权力金 一个叫什么 开发权力 他说 我直接大票楼大拍卖 原本16.1亿都对不对 不用了 直接给你6.1亿 送给谁 送给星光 就这样直接送过去 是16.1亿 变成6.1亿 而且北思科也一样 北思科后来 为什么很多建商不敢去 是因为 你当时著名的是 医疗专区 医疗专区 你就突然拿掉了 所有建商不知道 只有星光知道 所以星光进去了 别人才知道上当了 保险哥你们有发现 第一果菜市场 还有我们的南港BOT案 还有北思科案 都有一个逻辑 刘标刘标刘标 最后干嘛 跳楼大拍卖 完全一样 金华城是不是也这样 刘标刘标刘标 然后自己的公司来 我直接全部送给你 完全一样的状况嘛 所以你看到 北思科这个案件 弥补在哪里 刚刚讲到第一个 医疗楼地板面积 完全取消掉 而且人家16.1.7.1.18 原本他三块说 我要帮他一起 一起标 然后标价多少 86亿 鬼才给你标 根本没有人 那要来吃下这么大量的 结果后来7的时候 不是哦 16.1.1.你知道标多少钱吗 81亿 16哦 T16直接给他81亿 而且要什么 投资计划书 然后楼地板面积 要规划详细清楚的 你的运用方向 跟运用目标 结果到了17.18的时候 只剩下44亿 宝贝哥 送给谁 送给又是送给 我们讲星空星空 都是腰斩 对又腰斩 然后我跟你讲 楼地板说 不用了啦 因为16.1.1.2.是领头一样 17.18 就是放给他煮油杯 放股吃草 他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所以你知道吗 北市科现在这边是什么 一样我们讲的 根本动工 没动到极品 然后呢 我们讲的南港BOT案 一样 跟你讲说 2025年就要完工 九宝贝哥 你知道现在只完工多少吗 百分之三十四 他今年的计划 应该到百分之七十 所以柯文哲在台北市 你不是留下弊案 就是留下烂尾楼 而且更可恶的是 你留下弊案的时间点 你只剩明一件事情 那个时间点大家在干嘛 在忙着拼房意 结果你看 2000年 我们讲2月15号 3月开始 便当会了 8月 12月 这时候在干嘛 搞那些有的没的 然后换委员等等 到2021年 10月 这时候干嘛 我们讲搞定 搞定金华城 所以你看 整个时间走 你就知道为什么柯文哲 根本没有心事管什么 妄华阿公店 只有一件事情 就干嘛 未飙而飙 他就从头到尾 就是想说 反正我就打着 我们讲的 叶克摩的精神 你今天病人来 有没有发现 星光是什么 经济状况 财产状况 我们讲不好的公司 那我们讲的 金华城是什么 已经即将快要 也是财务有问题的公司 差点开高杠杆 快要倒闭的公司 柯文哲 抱持他的 忍一良心 专门救苦 救难救这些公司 把保健给我 反过去 问一个问题好了 你今天如果是 经营绩效 非常好的公司 你会去跟柯文哲 在瞎搅握 当然不会 对嘛 所以他只能找 这种跟他一样 乱七八糟的公司 你是我们这里面 你有这个所谓的 台北市政府的经验 也有中央的经验 你在台北市政府 也历练了非常久 今天我要问你一句话 我整个看下来 今天柯文哲的八年 除了对台北市 留下了弊案 留下了万大果赛市长的烂尾楼 留下了南港转运站的烂尾楼 他到底留给台北什么 什么都没有 浪货 讲这一题 市政议题 我们就市政论市政 好不好 小草不要急扑扑 因为柯文哲 他八年任期 做完之后 大家讲说柯文哲 是最棒的台北市长 很多跑市政的记者 跟议员就觉得说 有吗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弊案 我本来以为说 马云九已经是我认知以来 最烂的市长 没有想到柯文哲 还可以更烂 我跟柯文哲 一个报告 因为那时候写过一篇文章 被骂 我说柯文哲 八年前跟后 加起来一个四年一个四年 完全没有动工任何一条 或规划 没有捷运 捷运 对 我觉得一个市政议题 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宝杰哥你知道吗 我现在很快讲一下 台北市过往这么多的老市长 李登辉做什么 他说大台北地区人很多 翡翠水库 你知道弄一个很大东西出来 对不对 还有现在信义计划区 是他弄的 对 他把东区弄出来 因为以前西区已经饱和了 开始往东区 以前联合报 还有信义计划 他这块根本就是荒芜一片 他把他计划起来 李登辉 其实徐水库做什么 木榨动物园 比较小的 我们就乖讲过去 现在台北市的 所有的捷运的路线开始 是从徐水德开始 规划台北的六条捷运路线 好 那把你讲 这个我马上接上 徐水库的规划以后 谁这么看他 不知道 同时六条路线都动工 后来被骂到 没有选上市长 黄大洲 黄大洲嘛 黄大洲那时候就傻傻 就回 我们需要捷运 六条同时动工 然后他还拆了 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 那边之前的这些 以前的眷户等等 把他做成大安森林公园 做完没多久 阿扁就当选了嘛 所以呢 还有把中华商场给拆了 中华商场拆了 老台北人 我现在讲什么 记忆都回来了 拆到中华商场 为了让整个 新民地能发展 大安森林公园 把他盖起来 六条捷运同时动工 然后落选 这是黄大洲 阿扁上来之后呢 开始有捷运了 然后阿扁他其实做的东西 并不是大建设 而是很多东西是 跟人性有关的 比如说降低那个 整个服务台 然后联合服务中心 在市政府的后面 我这个商管处什么 我不用送红包 很快的把它做好 台北新医区的 台北曼哈顿 是从阿扁开始的 台北的101大楼 也是陈水扁 跟刘泰英两个人谈作 才盖了那个 所谓的台北101大楼 当时MATRA 这个所谓的快夸掉了 他说MATRA不拉 台北来拉 我们就拉出来了 MATRA不拉 我们自己拉 然后台北市的捷运跟公车 有来台北市的人都方便 因为其实像我台中人 谁要搭公车 搭公车都要绕一个小时 台北捷运怎么这么方便 因为台北市的捷运 有公车专用到 阿扁的时候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生活上的 大小方便的地方 都是一任一任市场接下来的 后来阿扁又会换谁 换马英九 马英九爱运动 所以他现在台北市 十二个运动中心 都是马英九规划的 然后当时马英九 他还做了什么 他就是推动悠游卡 以前没有悠游卡 是马英九任任 两千年时候出来的 垃圾不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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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阿扁 马英九是搞那个垃圾带 马英九是搞垃圾带 垃圾不落地 是阿扁搞的 好 那现在大家都会骑U-buy U-buy是好龙兵 所以他讲说 什么东西做下来 会让他有感觉 好龙兵有办几个大的活动 听澳 花博 然后他的U-buy推动之后 现在台北人都喜欢用U-buy 那你换接到柯文哲的时候 柯文哲他就没有 好龙兵还有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 1999是好龙兵干的 就1999的那个 对那是好龙兵干的 行动服务中心 那是好龙兵干的 市民热线 那个很好用 那个保健哥 因为1999是马英九 快要交给好龙兵的时候 因为他名字是英九 所以就1999 所以那时候弄 任何局处 你只要市民专线 好那我现在并不是说 柯文哲怎么样 就说 他就没做啊 你前任市长都有重大 建设拿得出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问过这个问题 只有拆到北门而已 就是拆到北门 然后大家会讲说 你为什么没有规划 重大市政建设 那现在看起来 没有规划重大市政建设 可是你的这些大的案子 包含金华城 雨果市场 南港BOT 北市科 都会出现问题的时候 就麻烦了嘛 那因为市长 他是基本上 台北市的市长 你看像这个李登辉 马英九 陈瑞扁 后来是选总统的 所以台北市的市长 首善之区 他首善之都 是非常重要的 那柯文哲市长 他现在目前 拿不出一个重大的市政建设 还可能会有这些官司 是第一个麻烦 第二个我给大家看民调 因为这两天 有很多的民调出来 大家都说 民众党怎样 为什么要看有了什么偏绿或不偏绿 我已经连续给大家看了三分民调 今天看的是友台 TVBS民调 这个不是什么绿媒 你说今天是什么比较偏绿 TVBS民调 保杰哥你看 民众党制度已经掉到剩9%了 而且金华城也好 或政治现象也好 根本大家不相信 保杰哥你看下面这个 连这个政治现金案 柯文哲民众党的支持者 他都不觉得 中间里面所谓的漏报 没有到五成 相信他是漏报只有47% 那以这样的状况来讲 投给柯文哲的人 都没有过一半认为说他是漏报 然后整个民众党的制度 已经降到剩9% 而且大家认为 不相信柯文哲在金华城市 我们这个不知道 但是不相信他是 清白的有45% 这个时候民众党跟柯文哲 因为绑在一起 没有登出机制 如果柯文哲最后有五大案 没有全身而退 民众党会跟着一起受众伤 好 兄弟 我先简单看一下柯文哲 刚刚讲的 你不要说在你的任内 没有一条街运 而且在你的任内 当时我住的地方有万大县 要一般来讲 万大县早就盖好了 但他手机给我拖拖拉拉 那我再仔细看 我觉得很妙 他现在看着所有的建设 都是有料服务 清华城 他很认真搞的 有料服务 万大果菜市场 我觉得他也搞的 也是有料服务 今天什么 那个转运站 很认真 搞的有料服务 没有 无料的服务 他都乱搞 无料的 纯徒利市民的 增加台北市建设的 无料 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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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建设公司的 很有名的建设公司老板 我估议你齐名 那他本来是支持阿伯的 然后呢 吃了饭 阿伯很会吹牛 我多厉害 你看我一个礼拜 就把北门拆掉 什么什么 就刚好那个建设公司老板 是捐钱给他的 那时候 那我的总部要搬到内湖 拆除拆掉 拆除执照 升级多久 六个月 那你吹牛嘛 你供钱 用那个临时的合约 当然可以干 来 再请再回到那个广场 我来讲一下 讲一个门道 对 精华广场 为什么18号拿建造 19号开工你知道吗 因为开工才可以建融 才可以拿钱 你开工 报开工才可以跟银行借钱 拿到建设公司照 不行 这是关键嘛 好 我再讲 所以柯文哲在陪他打假球 打假 而且你漏了一个大事情 是不是风雨飘摇 这个风雨飘摇 刚刚那个市中讲了 我跟你讲 他帮他什么忙你知道吗 88亿保证金没收 88亿认性成事 移居成事 然后还有智慧成事 88是放来保证金 是还你的 还你的 并不是用88换容积 会退的 好 那今天你88亿 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身体建造 一定要先放进去 当然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那是不是容积移转 是不是一定要买定 对 迁出的基地 移到迁入的基地 迁入基地就是兼化城 对不对 都没有做 他极其奴隶令 有几个原因 我跟你讲 我们从时辰 时间走来分析 第一个 他 那个为什么 根本就没有真的做 而差一天要开工 从建造来开工 搬钱 这第一件事 跟新光搬钱 第二件事 你88亿 你这个保证金 没有送进来 我怎么可以给你建造 他签什么约 上权路过 签到 拿到始造后两年 这什么约 建造很重要 对不对 建造很重要 好 那重点是 你的荣誉 也是拿建造以前 必要的荣誉 你的荣誉花了70亿 你换得300亿 而且88亿 各种的所有的几百亿 都不收 都让你先拿建造 让你先开工 因为即使 积极如律令 你知道他的荣誉的 荣誉移进移出的钱 搅进去 你知道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是2023 讲完的时候 好不好 所以他拿到建造的时候 该必要的手续都没有办 拖到讲完一年后 讲完如果狠一点 可以费建造 对 因为你程序没有完备 所以你就打 行政官司 他一定打行政官司 这个我不要给你 他们一定告 如到这样的窘境 我跟你讲 柯文哲的问题是什么 柯文哲的问题 我们讲的重大 就是他做了什么 我跟你讲 台北市的羞耻 柯文哲没出弊案的时候 怎样 六都每次都最后一名 好不好 很丢脸 我们台北市议员丢脸 台北市民也很丢脸 除了弊案不要讲了 就抓去关 他只留弊案给台北 要不然就是烂尾楼 除了他贪爱钱以外 用错一个副市场就倒了 邓家机走了 被蔡壁炉帮着 黄珊珊干掉邓家机 换他上来 2019 你知道猪羊变色 所有的财团进来 有料财团都进来 大建设都进来 这是出大事 黄珊珊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他是关键 当然 黄珊珊 来 黄珊珊跟中华共产党好不好 好吧 黄珊珊 阿贝 还有应小微 我想第一次的双子星 被马来西亚标到 太极双星 然后中华共产是不是第二名 中华共产党把那些资料 给应小微打 好 那又到了第二次 比如说好农民时代 到第二次中华共产党怎么样 是不是又是香港人标到 可是中华共产党第二名 可是中华共产党为什么没有闹 你知道吗 所有的标是你标 所有的营造发包 全是我中华共产党 这里面有多深的水 你们想一想 是不是 所以双子星也是他做的 中华共产党引进做第二次的双 第二次以前废标了嘛 是不是一道到了 这是好农民时代 到了柯文哲时代 2019之后 是不是又弄了那个双子星 那也是他引进的 黄珊珊 水有多深 无意不语 会成 刚才讲到 你昨天晚上 你说你气得睡不着觉 气得睡不着觉以后 就开始爬梳 把这个整理 然后你中间下了两个 非常关键的结论 说如果没有柯文哲 不是说你没有金华城 是他的微精集团 都要破产 如果没有柯文哲 这样的一条龙的 包塞的服务 他说顶月开发 你根本金华广场 你连盖都盖不起来 是宝杰哥 事实上柯文哲 真的是 沈金金的再生父母 过去这一段时间 他真的是把台北市民 两百多万的人民 在疫情期间 是视若无睹 根本没有在管我们的生死 但是他把所有重点放在哪里 让那个金华城 起死回城 让微精集团 延续他的生命 所以在这个最重要的关键 他没有把我们台北市民的生命 看在野里 他野里只有金华城 如果我看了你这篇以后 我就觉得 今天这个柯文哲 对于这个神归心小者 根本就是再生父母 如果他是再生父母的话 我对你根本就可以于屈于求了 是 我跟你讲 我先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17年4月 到2020年 这一段时间 我跟你讲 沈欠金他的财务状况 遭到什么地步 遭到什么程度 2017年4月 他被海外债权员 去催讨他的债 就说我要扣押你的 信义区的资产 结果这个海外债权 后来被发现 就是洗米花 因为他光是赌债欠了60亿 对 这是他个人欠款 欠成这样 2018年3月 微金集团 91亿元的连弹 即将到期 他没有办法还 所以说 拜托 银行团 再给我一年的时间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 因为我现在忠实化一大堆 实在太多了 我欠债几百亿 我只有一个是值钱的 什么东西值钱 金花成 所以他就说 好 那我这样好了 他有这么多的事业 这么多的事业都是赔钱的 都是赔钱的 因为他永远都在挖东墙 补西墙 全部都是从银行里面 带钱出来还钱 然后结果 他就说 那我卖掉金花成 我底价三百八十亿 那那个时间 根本没有人要出 因为实在太高了 到最后 他说好 你选我贵 那我跟你讲 我们可以 价钱可以谈 把一个人骗进来 哪一个业者骗进来 把新复发骗进来 新复发弄一个三百亿 新复发说 之前都已经是被人家 都流标的 那我应该可以把没有开标 结果杀出一个陈咬金 竟然是谁 竟然是他们自己的 顶月开发 你要知道 2018年的时候 顶月开发资本额 才一亿 一亿 怎么有办法出 三百七十几亿 去标这个东西 所以很显然 在当时 其实沈青金 他很清楚知道 我只有一条活路 不是把金华城卖掉 是点十成金 把这个金华城 可以想办法 容金率盖再高 想办法 让它起死回撑 只要金华城 这样的一般点十成金 过了之后 我省金金 所有的债务 全部都过了 所以按照 你昨天把整个爬梭 继续了解 金华城 整个债务状况 2018年 是一个关键时刻 2018年 我打登没贵 我就全盘皆输 我打登没贵 我就要全部被拍卖 我打登没贵 我省金金搞不好会破产 所以我就想办法 我要去标售 我要不要去卖 可是你要标售 你要去卖 你要去连贷 你要有资产 你要有好的容金率 你要好的这个价格 这个时刻 关键就来了 2019年的时候 刚刚讲到 2019年 他就开始跟 柯文哲搭上线了 2021 2020年 开始就有便当会了 那开始有便当会之前 之后呢 你该有的服务 刚刚讲的 我就一条龙的服务 2020年开始 变有一条龙服务以后 我的都跟奖励也给你了 你反对的都委会 我也把你干掉了 你这个开工资金的保证 我也不用给你了 容金转移本来是 你要付一天额度的 我也不用给你了 你说是一条龙的服务到家 一条龙服务到家 为什么要一条龙服务到家 我跟你讲 沈青青那时候财务状况 严重到什么地步 我刚刚不是说吗 他把他自己的顶月 才一亿的公司 推出来 让他出来蓝标 对不对 但是人家说不对 一亿的公司 那我有办法去弄 374亿的标案呢 结果他做了什么事 他把自己的中石化 南部高雄的厂 拿去抵押 借出了钱 注资给这个顶月 然后做什么事呢 就说 简单讲 就是我现在要嫁力 你说没 你没钱没办法带我 不然贏金我自己剩 赌钱我自己剩 我什么都自己剩 我就是要嫁力 秦成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一定要让这个案子过 因为这个案子过 他才有办法让他 全有的债务解决 所以当他的整个顶月 变成一百多亿资本额的时候 他就已经符合相关的资格 这时候柯文哲的角色 就出来了 你说如果没有柯文哲 顶月也盖不下去 就算说你今天标到这种土地 你也没有办法 你也没有把土地不能融资 建筑你也不能融资 你根本就盖不起来 所以这个时刻 柯文哲至关重要 是 因为2020年 2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2月的时候 事实上金华城 他们不断地去跟上面讲说 哎呀 发信给彭正生 发信给谁 大家都置之不理 因为语法 你就不是都根 你没有办法用都根奖励嘛 结果变单会 变单会之后 所有的一切哇塞 全部火速都过了 火速过的一个最重要关键点是 因为他整天都做三点 你不让他赶快过的话 他的负担压力 累负压力太大了 你说我就算 就是让这个所谓的 顶月开发标道了 我还是跟时间的赛跑 我跟时间赛跑 我只要慢一天 我都会转不过来 我跟你讲 他顶月开发标道的 总共三百七几亿 对不对 他身上只有一百多亿 所以他弄了一个连带案 他说我要弄一个连带案 三百五十七亿 就跟很多的银行谈要谈 就发生什么事 央行说不对 你左手卖右手 都拎刀 怪怪哦 所以当时所有的关股银行都说 不可以参与这个案子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跳出来抠 是谁 就是星光集团 吴东京的星光集团 出来抠了之后 结果筹资多少 一百五十亿 保险哥 这个案子要三百多亿 才能这样成 我现在手上只有一百五十亿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就是柯文哲第二个角色出现了 人我刚刚帮你搬走 所有反对这个案子的人 我都把你们弄走了 我荣基奖励给你了 没有想到 你竟然钱还不够 我就帮你想了一招 什么招 本来屡约保证金 这个东西 是你取得建造之后 你就要付二分之一 然后呢 你到使用守则之后 你再付 你看 这就是我找出来的 正常的程序 这是什么 台北市绿建筑的一个相关的保证金 还有相关办法 里面很清楚提到 你看哦 这个非公有的新建筑物 起造人应分两期 缴纳保证金 第一期在建造时候 要缴付二分之一 第二期应于使用执照的时候 完毕的时候再缴纳 结果金华城他们是怎么样 拿到建造了 拿到建造了 由乙方于本基地领得使用执照钱缴付 换句话说 所以你本来那个时候 你要付十七亿五千七百六十九万 可是你说那个时候金华城也就是顶月 连十七亿五千七百六十九万都付不出来 如果台北市政府要按照 刚刚讲台北市绿建筑保证金 及维护费用办法的话 你这一缴这笔钱 维金就挂了 总共有三个还是四个相关的奖励 这总共的保证金 你要缴八十八亿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按照 key缸这样走的话 你至少要先缴四十亿 四十亿在什么时候要缴 在你二二零 建造 连这都帮他开脱 对 我跟你讲 这个很关键 很多人少掉这个 我刚刚讲了嘛 他本来要那个银行连贷三百五十亿 结果他只连贷了一百五十亿 缴两百亿 缴两百亿的情况之下 他能怎么办 就是可以不要付的 不要支出的 就不要支出 柯文哲多体贴啊 柯文哲知道你十几天走三点半 没钱 所以我跟你讲 当时他在台北市搞什么 搞科技职法 搞科技职法干嘛 我就是给你搞很多的罚金 然后呢 我今天做U-back 我前面十五分钟 我也把你拿掉了 老人年纪我也不给你了 我什么都不给你了 我在那边缴的内斗 我在那边跟你斤斤计较 我在那边跟你支出币较 我在那边跟你搞酷吏 结果 今天你对进化成 你该放的不但都放了 你该拿的也都不拿 而且最荒谬的一件事情 手上明明顶月就一百五十亿 对不对 他至少 光是这个至少要付四十四亿情况之下 他手上大概也只剩一百亿 你要去盖这个案子 其实是还有付标的的尾款 其实如果真的要这样付的话 他搞不好连动勾都没有办法动勾 他知道你包苦啊 他知道你金华城 沈青青心理苦啊 这么体贴 体贴到你就说 不用啦 这条不用啦 直接等到变成什么 你盖完再付 所以你就荒谬到 天啊 他宽以待 沈青青 盐以待台北市民 他对台北市民造成什么样情况 连我们老人家 有没有 就是那个 重阳年级 重阳年级 请归口 我爱你还骂你贪婪老人 结果呢 真正贪婪是谁 真正贪婪人 你帮他体贴到 一条龙的服务 连这个应该缴的保证金 你都拿他帮他遮灭了 而且从这个里面来讲 你特别找了591这个房屋 房屋交易里面 精华广场 他现在已经赶快再卖了 就搞了说 你现在在等现金 在等现金 是跟这个时间在赛跑的 保健哥我刚刚不是说吗 总共350亿年代外 他只有拿到150亿 然后呢 其他200亿 要自己招总 在这种招总的情况之下 刚刚提到 那个柯文哲让他免的 他已经免了 但是你还是要继续有钱 你还有办法盖房子 所以 哇塞 迫不及待 2022年12月9号 你看取得这相关的一个 投资计划的方案之后 马上隔一年 2023年第一季 网路上就开卖 然后不断的开卖 你10月18号才拿到建造 你12月9号就开始开卖 对我路上开卖 而且我跟他开卖到什么地步 有没有看到 8月26号 还在跟你讲 最新的进度 要来预约 9月13号 9月13号继续在卖 代表什么意思 他们资金压力非常大 在两个礼拜 8月28号的时候 中石化公告 他把高雄的四块土地 全部都卖掉 换取70几亿元 所以我个人认为 现在包括这个 所谓的顶月 包括那个沈青青 他们所有财务压力 都非常非常大 好 那跟他讲的 如果你去比较 他当时怎么对待台北市民 他说沈青青也是台北市民 可是这个台北市民的钱 他的命 跟他讲 他的命跟你跟我都不一样 这一讲到的 3月10号的时候 你就变当会 2021年3月10号变当会 19号的时候 你拿到了新华生的陈景书 马上就交代黄警报说 交代你11天就给我完成任务 可是关键在哪里 其实4月10号 2020年的4月10号 对台北市来讲至关重要 为什么至关重要 因为这个时候台北市的 八大行业出现了 一个可疑的病例 当时就怀疑说 这种人口密集往来的地方 要高度注意 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个万华区 有一个市议员徐立信 他就讲 阿公党部分在我们这里 算很多了 而且都已经当地的文化 防疫上大家也都怕怕的 这个时候大家就说 你要去注意 以免在这个地方 形成了一个破口 结果你有没有提醒 有提醒 科文哲人有没有知道 知道 刚才讲到 你对于新华城 你每一步都盯得非常紧 你都非常的注意 可是你对于这个疫情 你就完全轻忽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轻忽 到了第二年 万华才整个群聚感染爆发 如果这个时候 你早就注意的话 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了 是 所以这个表格 刚好告诉我们 当我们每天在担心 我们的疫情 当我们担心说 我们会不会成为破口 当我们讲说 如果真的确诊之后 我要在家里 我们没有办法出去工作 当我们担心 我们在出去外面工作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 会把病毒带回家 让我们家里的老小 因此而确诊 当我们在担心这个时候 柯文哲在担心什么 担心沈静金没钱花 担心沈静金 他的案子被都省会卡 担心沈静金 他的东西被卡住 担心沈静金 他因为负担太大 没有办法把案子弄还 担心沈静金的精华 没有办法起死回生 他眼里面有老百姓吗 他眼里面 有我们两百万的台北市民吗 没有 所以其实这些年 让人家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是 柯文哲是谁让你从台大医院地下室走出来 可以成为两百多万台北市民的父母官 是台北市 是谁让你卸任之后 有机会踏上总统府 想要做成我们台湾总统 是台北市民 结果你对台北市民说什么 确实在你家的事情啦 我要做我自己个人 他根本在糟蹋我们吧 是他在从他自己人生财富重分配 我们的生死交官之际 对他来讲 是他可以翻转他人生命运 创造财富的一个契机 好 所以刚才讲的 原来柯文哲是对台北市民承受 我要给你一个新的未来 当时说我要比肩新加坡 结果现在你不要说新加坡 你连高雄都比不上了 没错2014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有非常多市民 给他非常高的期待 然后他商认的时候说 等于我八年的任期之内 我一定能够超越新加坡 柯宝洁到目前为止呢 你还行当不不不跑哪里去 台北市呢 台北市还在原地打步啊 气就现在在那里 是 那个大剧带被你搞烂成这个样子 没错 今天如果台北市早就有个大剧带 我们今天早就有一个表演场课 对 我今天 本来拼你回去跑去高雄吗 我就可以在台北看到了 对没错 你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面 我现在讲 你要比新加坡 你看新加坡的公务员 是多么这个遵守法令 你带头公务员 现在不止你 你的副市长 你的杜发局局长 大家全部都在违法 对 这你要跟新加坡比什么 你光是这一点你就比不上 另外第一个我跟他讲 台北市在他执政的八年里面 人口少了20万 20万人不想住在台北市了 因为为什么 台北市没有什么工作机会 台北市没有什么发展 八年任内 没有任何一条捷运缸 这个可以开通 新的这个捷运 另外第二个 就是宝洁你讲了吗 大驱弹的问题 大家你看他最后还不是放行 放行的时候 你骂死连火星人都来了 对啊 你放行的时候 就问宝洁大 怎么样 你没有特别不一样 你也没有不一样 你最后的过关 也没有按照你当初讲的那样 你还是给他 这个给他放过去一马 让他这个可以过关 可以继续干下去 就这样 因为你卡了这么久 卡了这么久的时间里面来说 现在高雄市演唱会一个一个半 你看你不是传言说 这个LISA年底要到高雄出去吗 为什么不在台北 好 第二个 宝洁那这几年来说 台北为什么 大家不想来这边工作 因为没有什么新的办公计划 为什么 宝洁本来台北还有一块好地方 那就是北市科 北市科是什么 你看我们台北市的规划里面来说 其实原本是说 除了这个内湖南港这样 串联起来还有北市科 这么一块好的地 宝洁当时要弄的时候 你看外商 那个优比块公司 全世界第三大网通公司 来说你这块地给我用 结果柯文哲硬是不要 他就是要给这个星光用 给星光用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盖不出来 盖不出来 现在很多台商回来 准备到这个寻觅地点的时候 北市科这么好的地 结果你现在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放在那个地方 你也没办法解决 那现在讲完 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最后再说你看 你这么多都是一些错误的决策 不是 更可观看是 你说万大国在市场 我每天要走那个环南 那个环块的时候 我都想说这台地 这个房子 那怎么变这个样子 对 没错 那他卸任的时候 他就说 他有什么终结五大弊案 他讲量都大巨蛋 什么案子都被他终结了 可能问题是 在他任内有更多的弊案出现 而且一个比一个大跳 我们跟我讲 这个金华城 至少是你土地差两三百亿 那国菜市场来说的话 至少也是五六十亿 另外一个包括说 像这个北市科 你至少也让他少了四十亿 算来算去 你的五大弊案 都比那个草隆兵实在更大 而且更夸张 那你要说什么 我要讲求这个财政几率 我要这个还债 可是问题是 你留了更多的财政窟楼 给这个蒋万安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看 一千五百块的敬老年金 你也在那边省 但是呢 你发给了沈静静一个 两百亿的敬老年金 那这个很多台北市民 你看得过去吗 不是 刚才讲的 你本来该付的钱 你有八十八亿的履约保证 这个履约保证 你至少要付四十亿 这是明文规定 你本来就做 你这么体贴 连这个四十亿都不用还 那如果不用付的话 那我今天 我今天欠任何东西 我也不用给吗 宝贤 我看着黄珊珊 今天的说明更加可恶 为什么 那不只是 你们两百亿 是我们主动要给你的 我们就 他真的认为 这个金融城要好好开发 是我们主动给你 宝贤 这什么样的 你到底为财团 服务到什么程度 所以来说 这八年来 如果你仔细去看 盘点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你会觉得 真的这八年所托非人